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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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置業的阿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佛山的貴城 帶給大家就是我們背後的水埔 叫做第一時區 去位於佛羅倫小鎮上面 我們先進去看看 我們對面和周邊都是我們一個很繁華的商業中心 亦都是我們一個世界知名品牌的匯聚點 現在帶大家進來走一步看看 現在我帶大家進來看到我們這個區位圖 我現在射筆指著這裏就是我們現時的第一時區 亦都是我們現在站在這裏的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其實我們左輪右利 周邊就是我們那個佛羅倫小鎮 亦都是我們世界知名品牌的匯聚中心 這樣其實我們這裏來南旺是非常之近的 我們現在地處這個位置 出來這裏 這裏就是南站 我們如果從香港過來 我們從西九角到南站 接著南站過來這裏也有軌道交通 是非常之近的 好 我們這裏對開有一條三龍灣大道 直通去到佛山 佛山的灰奇路 藝術中心 以及我們那個明珠托館 還有我們那個總裏的商圈 亦都是我們那個嶺南新天地 這裏是我們一個交匯點 是一個商業中心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看看 我們這個第一時區 其實我們這裏對上這裏有個假日酒店 亦都有我們一個很大的創意園 然後跟著這個三山大道 我們這裏有一個平洲公園 那平洲公園有些甚麼呢 這裏有一個澳母城 澳母城也是我們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片區 這裏有一個香港城 所以我們其實匯聚在這兩個點之間 我們現在的位置其實我們 沿著廣珠西線一路過到我們的廣廣新城 跟著這個江南商圈 其實就是在很短的距離就可以過到去的了 而在廣廣新城的樓價是做到五、六萬、六、七萬的了 那好了 我就說回我們現在這個第一時區 所以我們這個公園才是做一萬四至一萬五之間 那我一會再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樣板房 好 大家看到我們這裏這個項目 也就是我所說的佛羅倫小鎮 佛羅倫小鎮就是在用意大利純正的風情 它是在百萬的人流 是一個超級的流量入口 我們這個項目的鄰近 就有十八萬平方的永旺夢樂城 是一個成熟配套的舉報即達 另外一個呢 我又說回我們的交通了 它也是一個雙地鐵上蓋輕軌就在家門口 在見之中有一個南海新的交通 是在林岳北站大概是四十米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三個站 就去到我們的南站了 廣州南站了三個站 六個站就去到我們這個鶴董東 那麼無逢的接駁呢 就令到我們的廣佛真是廣佛同城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那個潘海大橋 五分鐘就去到南站了 如果我們開車在這裡 通過我們的潘海大橋 五分鐘就來到我們南站了 高鐵四十七分鐘就直達到我們的西九龍 第三個呢 我亦都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灣區核心呢 是一個價格挖地來的 它載向了三龍灣 三龍灣大道 這個板塊的政策紅利 還有我們的潘嶼、荔灣、海豬 房價其實已經超過到三萬至五萬元的房價 而我們這裏十分鐘的車程 只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廣州幾大中心的三分之一的價錢 所謂的小收入大回報了 其實現在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穩定的收益 兩年就可以包租 投資的首算大概是 我們這裏大概有1萬5千名學生的家長 也都長居在這裏 所以它的出租和出售就更加搶手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說說我們的沙盆 現在我們帶大家看看我們的沙盆先 其實我們的位置就是這裏 我們對開這條就是三龍灣大道 這條直通去佛山 亦都是直達到我們的南站 這裏因為潘海大橋已經做好了 亦都通了車 所以這裏是很方便的 看到我們現在的項目 就是在這個片區裏面 這個片區裏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這裏有這個 國際藝術中心的教育系統 看到我們臨岳北路 這裏也是有一條城軌道的 現在已經是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將要員工那裏 因為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所以我們這個小鎮 對這個交通來說是非常便利的 好了 我們看看我們現在周邊那裏 其實我們的樓下呢 我們的樓下呢 就已經是我們一個佛羅倫小鎮了 我剛才一再跟大家講過 這個佛羅倫小鎮 為何是一個世界名牌的匯聚中心呢 而且是很多很適合我們時下的年輕人 追捧了很多名牌 他們這裏都是做一個特價場的 所以這裏非常之美的 好了這裏呢 我就稍作停頓一下 一會兒我們的鏡頭 亦都去現場那裏 播幾個美麗鏡頭給大家看看 看到我們為何說名校呢 輪近的名校就看到了 我們一個美輪的國際學校 還有一個南海的外語學校 都在我們這個項目的旁邊而已 所以我們這裏是名校樓盤 我們鏡頭一路轉過來 看看我們現在的在售項目 我們的在售項目 其實就是我們的十七十八棟 現在這個就是十七十八棟 是我們的在售項目 那它的面積呢 其實就在75到99之間 那我們的在售價呢 現在的均價呢 就是14000至15000元 14000至15000元 它是包了正裝的 這裏不限扣 亦都不限太 純粹一個是公寓性質 但是呢 它是這個住宅的設計 這裏並且可以大明火 還有小楊台 基本上是三梯七戶 這裏就是這兩棟了 大家看到十七十八 除了我們十七十八棟 還有一些放尾之外 我們現在主推的是十九棟 而十九棟的面積 跟我們十七八棟 亦都是一樣的 而且現在是現樓現賣現收租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我說價錢為何是這麼低呢 是14000至14000至15000之間 OK 剛才我跟大家說到 我們家門口有一個名校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國際教育配套 出門50米就是一個神理國際藝術學院 230米就是我們的南海外語學校 大概四公里的路程 就有十三所謂的優質中小學 那你說我們這裡是不是名校臨立呢 那好了 你看看我剛才所說的 七十五到九十九的精裝 是兩房至三房之間的 雙陽台 當然不是一間雙陽台 明火就肯定了 全部互形都是以一個住宅的設計來做的 看到我們這個國際生活社區 我們有一個美帝奇藝術街道 神秘的國際大劇院 香港當代美術館 還有一個匯聚的珠寶設計 手工創作 控陪私人教練 直播新媒體 和藝術興作等等 其實我們這裡一步到位的生活圈 就是我們周邊的商業配套 還有我們一個教育系統 還有我們一個交通的網絡 就形成了我們這個第一時區的優越性 OK 我現在就跟大家去看看我們的人板房 我現在又再跟大家說說 我們這個板塊和其他板塊區別 你看到萬方天空之城首付都要85萬 護營在95方的三房總價去到275萬 平均下來的價格去到29000萬平方 而且它要一年之後才收樓 你看到我們第一時區首付才65萬 護營在98方已經有三房 而且我們的總價下來都是830萬 也都是它的一半而已 都未能到 那麼我們的價格呢 是14500元 剛才我都說了 是14000至15000之間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 輸出是14500元是很正確的 那你也都看到我們這個三三板塊 這個新城其實 佛羅倫小鎮其實就在我們樓下 所以這個就 一會兒再在我們的鏡頭過去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的藍站的雙圈就在這裡了 就很近的 你看我們的網絡交通已經齊齊了 那你也都再看看其他項目 其他個樓盤的價錢 我不讀了 我們就用鏡頭掃出來 尤其是這個中海民感國際 它去到300萬 300萬 平均下來都要35000平方 為什麼我說我們這裡 價格挖地 你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最有優勢的 而且 精裝現樓 即買即售租 兩年的包租期 即是我們在這裡 只要你付錢 它就已經有一個商業的 反租利潤在這裡了 OK 我們 陽板房 好了 現在我們帶大家來到 我們的陽板間 我現在帶給大家 戶型 這也是一個 76平方的公寓式辦公室 其實它基本上 是我們一個住宅的設計來做 這個是兩房兩廳的一位 好 我們要進來看看 首先進來 我們看到 我們的大廳是比較寬闊的 而我們這個窗戶 其實它是可以做一個陽台式的 我們的鏡頭可以 按過來看看 這樣它外面是 哇 差點 它這個是一個平地式的 不過當然它做這個公寓 它不 我們鏡頭看到 底下我們有一間名校在這裡 現在的名校一直都在擴建 擴建 旁邊的工地 是我們這個學校的地域 它將來就是整間學校擴大了 它的人數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我說這裡有投資的價值在這裡呢 因為學校人數多了 學員多了 至必它的家長也都陪讀 或者酒讀 很多過來這裡租公寓住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裡是移居移商 也都移投資的地方 好 看看我們的廚房 廚房 我們從外面說起 這裡是一個生活洋桌 這個生活洋桌很大的 除了可以放洗衣機以外 其實外面的曬浪位置也很豐富 因為很多公寓 它不但沒有洋桌 即使有些住宅有洋桌也好 它那個生活洋桌也只放得到沒有洗衣機 你看這個空間有兩米多 所以足夠我們的使用 那好吧 我們又進來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現有的東西 看得到 我們的家父標準 是有這個插煙機 煤氣爐 以及我們這個消毒空櫃 我們也是一個很人性化的設計 將這個吊櫃也做到一個曲尺形 而這裡我們也放了一個微波爐的空間 我們將來可以將微波爐放在這裡 那雪櫃不用說 留空的位置一定是雪櫃 這樣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設計也很好 好好的 全部都是配置好 看到 吊櫃 什麼貨都可以放進去 還有我們的天花 也都做好了 同時也有我們的煙錦 在這裡 我們燒火爐都做得非常好 看看我們這個大廳 大廳我們這個噴林 一個廳就有兩個噴林 再來轉進來看看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它也是剛濕分離的 還有一個跟其他盤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剛濕分離這裡 它做到下沉式的地面 水不會流出來 同時也不需要 有些人刻意做多一條門材在這裡 托高了 這個就是房間 其實這個小房間也不小 你看看這麼大的飄窗台也好用 飄窗台送的那些不用說話 基本上都是 這個主人房 更加大的飄窗台 只是這件事都直租了 整個角很多都是跟你用詞騙租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房 我們的大房也有一個噴林在這裡 煙緊的噴林 那好吧 我們說完這個交標之後 我就帶大家去看看其他的房間 這間是98平方米的公寓式辦公 其實是98平方米是非常好用的 是三房兩位兩廳的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看到我們的大房間 看到我們的大房間 其實它做到是 紙母門很大氣 給人家的感覺就夠富樂 不要說好不好 首先進來看到我們的廚房 廚房是一條直線型 是很大的 它所有的操作空間 都不會避免第二位 第三位同時的操作 這些位置就非常好 你同時兩三個人做事都不會阻礙你的 還有呢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新的陽台 新的陽台 這裡的洗衣機位 這裡的通風系統 其實它很好的 每一個房間都好 或者是廚房都好 都會有通風在這裡 如果有通風就不會有濕氣 那這裡 我就和大家說完這裡 我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大廳 看到我們的大廳 我們在廚房裡 對開道 我們入門處 亦都是我們的餐廳位置 轉個鏡頭過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客廳 其實客廳也很舒服的 很大的 夠長了 這個主人家 它又利用了外面這個窗台 其實它完全可以做陽台 這個就是將來自己去自由發揮 它又放到很多盆景在這裡 當你坐在這裡 看到一些花綠綠 都感覺到很舒心的感覺 這個鏡頭在這裡 看上去 那間學校可以大致上看到很多 是不是很大呢 你看那邊還有一個足球場 再擴建這邊 這個規劃是非常大的 所有就說 去容納的學員 和家長的需求量增加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公用衛生間 這邊有一個小房間 這個小房間其實的觀景很好 除了在這裡讀書以外 領轉身就看到我們的學府 證明一個書鄉 世家的環境 好 我們再看看我們另外一間小房 其實這間小房也不少 你看 是不是很舒服呢 我剛才也跟大家重點說過 每一間房間 或廚房或廁所 都是有窗戶的 它的通風和通氣系統是非常之好的 看到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除了床以外 寫字桌 衣櫃 還有這麼大的活動空間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帶大家 主人房套間 衛生間 這裡 然後看到我們這裡 除了大床以外 還有一個大衣櫃 這個大衣櫃 外面我們還可以融入一個床頭櫃的位置 而這個床頭櫃的位置 起碼有65公分以外 其實都很舒服 大家看完了 簡簡單單 但是很清新 覺得一個感覺 OK 我們說完這間 再帶大家去看看另外一間 這間是99平方米 剛才帶大家看的那間是98 只差一平方 至於裏面的護形使用 就是看大家的喜風 同樣進來 這是一個飯廳 飯廳後面有一個廚房 廚房外面有一個收養櫃 大家看到 放多洗衣櫃之外 還有這麼大的活動空間 還有這麼大的活動空間 同樣也是我們的膠負標準 就是這個 叉入煙機 這個煤氣爐 色龍桂 還有我們的洗菜棚 水龍頭 還有我們釣櫃 還有我們一個地櫃 當然這個就是放的 這個是非膠標準 進來是沒有洗 沒有這個雪櫃 這個自扣品質 好 看看我們的廳 空間幅度 好 大家在鏡頭已經可以感受到 不需要我多說 通過我們的走廊 進去我們首先看到的 是我們的公位 然後看看我們這個廁房 廁房廁房廁房都很大 好 我們這邊這間房間 就故意不放家具 讓我們感受一下 其實一個空間有多大 就是除了我們的飄窗台以外 這裡 你看到我們電製在這裡 這裡有放一張床 而這張床要搭上來 就非常大 那麼呢 衣櫃就是這邊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好 主人房 除了他的衛生間套間 就是我們這個大飄窗台 整個房間看完了 好 我也想看看外面的景致 其實很近的 真的 從南站過來 一眼都看得到 一眼都看得到 嗯 好了 我們再看看其他 好了 大家來看看 我們這個是78平方的 其實剛才我們帶大家看過 也有一個相似的面積 但我們可能那個設計空間 是有一個不同的 大家進來看看 先看看 首先進來我們的餐廳位 其實跟98平方米的一樣 同時我們的廚房 亦都是跟98平方米的一樣 好 跟大家看看我們的公位 其實公位 跟98平方米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裏 後面是我們的林荷間 為何說這裏有一個窗戶 是通風的 沒有什麼濕氣 也沒有什麼異味 這裏不同的位置 就是在這裏多到一個 這個空間 這個位置在這裏 這個房間 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房間都做得很別致 另外還有一個房間 另外還有一個房間 就在哪裏 這個房間 我覺得兒童房更舒服 可能我喜歡卡通一點 其實跟98平方米的 就是少了一間房間 基本上大致上都差不多 好 好了 又到了我們一個總結的時間 我們剛才帶大家 也都看過我們幾間樣板房 同時也都把區位 和我們那個位置 都跟大家介紹過 那為何我說這個是 很適宜我們投資 或是自住的地方 第一 它所有佈局 它都是以我們的住宅 這樣的裝飾來的 以我們住宅的方位去做的 另外一個 它還有一個是 燒天然氣 通常公園是沒有天然氣的 但在這裏做到有天然氣 而且它還有陽台 每一間房間 無論是衛生間好 廚房好 或者是房間 還是我們的大廳好 全部有窗戶的 通風系統是非常之好的 而我們的價格 只是做到在14000至15000之間 那是不是我們非常之適合 投資和自住呢 而且它的管理費 和那個水電費也都不貴 和文宅差不多 也只是貴了幾毫子 甚至乎有些是貴幾分錢 因為這個基本上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交通是非常之好的 兩站我們就到了廣州南站 如果在香港過來的話 基本上是一小時 已經可以從西九來到我們這個項目 因為西九的南站 都是45分鐘而已 南站那裡有兩個地鐵站位 而且我們的交通是很好的 我們的城軌 輕軌也都在建成了 外面的公路網也很完善 而且我們本身這個項目裡面 就包含了佛羅倫小鎮 因為佛羅倫小鎮都是我們的老闆去做的 都是我們的地 我們這裡無論是住 投資 還是我們周邊的商業配套 也是很完善的 當然我剛才也和大家說過 我們的教育 教育呢 就看下有幾間名校 名校 大家都不用說話 名校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呢 因為它的教育比較好 所以很多人來自五湖四海 都會選擇在這邊就讀 在這裡就讀 我們房價和我們的出租率 就非常之高了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 包兩年的反租期 至於它的回報是怎樣呢 當然是順利 我在這裡賣的關節 大家留意我們的聯繫電話 有什麼呢 我們就和大家盡享 因為我們真的是一個小投資 高回報的樓盆來的 OK 這期節目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